看多少贵族连结在一起 举起所有的旗帜 在你的城壁上 像是为世人的奇景 非常好 念得非常的恶心 大家想想看 这是一个当年会写出 会因为拿破仑称帝 而愤怒地撕掉英雄交响曲的 这个提名的这一位作曲家 居然写出这种作品 这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罗老师我问你 你觉得贝勒芬为什么会写下这些作品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个叫做坚持不好 另外一个就是他真的很缺钱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想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难过孤独有很多种 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听不到的时候 我觉得像刚刚这一个段落 就像当他没有办法跟外界沟通的时候 就一个人坐在那边 就坐着 然后他很难过 但是也就被禁锢在他那个躯壳里面 那接下来我要谈中间的这个段落 就是他想要讲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这个病把我的什么都夺走 就是有一种 就是诉苦诉怨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就会比较 比较清楚比较强烈 而不是被这种 整个情绪这样罩着的时候 所以听起来呢 可以请大家听一听这个感觉 感谢观看 一样是在升F小调里面 但是就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难过 都是难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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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